欢迎来到最新娱乐资讯平台 跨度之大实在是让人羡慕 虽然近期肖战因为种种原因 负面消息缠身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人气 3月23号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一组 狼殿下去照 也罕见的发布了一组肖战与李沁 洞房的花絮照 照片中李沁一身火红嫁衣 发近高松 头上戴着金氏凤冠 一看重量就不轻 肖战同样也是一身红色的西服 长发竖冠 和李沁的头绪还是情侣款的 两人姿势暧昧 肖战一手揽着李沁的脖子 一手揽着腰 四目相对火花四溅 不过从李沁的眼中 却能看出一丝戒备和恐惧 身体也比较僵硬 看来这场婚礼的戏份很惊爆呀 不过整张花絮照中 最抢眼的却是李沁和肖战的皮肤色差 一个白皙透亮 一个性感小麦色 反差感太强了 继续《狼殿下》这部剧2017年4月 在云南开机 时至今日已经快有三年的时间了 这部剧也是在《陈情令火》之前拍摄的 所以在剧中 王大陆才是男主 肖战饰演的男二极冲 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角色 明面上是一个赏金猎人 实际上却是一名身份高贵的世子 在已经曝光的造型中 肖战的搬向多变 既有略带沧桑感的落魄造型 也有意气风发的将军造型 比如这一套 长发披伞在身后 嘴角边还有一点点胡渣 身上穿的衣服 也是以红色和黑色为主 最外面的皮革盔甲 搭配红色的披风 很有侠客的风范 估计是由粉丝来探班 肖战怀里还抱着一捧鲜花 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 露出的大白牙 在皮肤的对比下也太吸睛了吧 另一套造型就要帅气多了 长发全部盘起不说 还特意在两侧编了麻花辫做点缀 小细节满分 身上穿的衣服也更加精致一些 暗金色的长衫搭配紫色的外套 以及金属质感的护袖 无不一彰显了世子的尊贵身份 把剑的动作配上坚丽的眼神 很有杀气 好了 看完这顿后 大家有什么感慨吗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咯